向下投出手榴弹,俄军T-72B-3逐力战车随即起火爆炸 乌军在巴赫姆特前线持续推进 乌克兰这回在巴赫姆特战场 利用无人机投放大量手榴弹,试图逼推俄军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 乌克兰在过去一周内在巴赫姆特推进了3平方公里 自从6月底大反攻以来 总计在巴赫姆特夺回47平方公里试图 乌克兰近来频繁使用灵活的无人机战术攻击俄罗斯 乌军日前使用澳洲提供纸板制无人机 在俄罗斯边境城市库斯克成功击毁5架俄国军机 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的罗夫也表示 乌军无人机一系之间就在巴赫姆特郊区 摧毁价值500万美元的俄军设备 镜头一转看到乌军FPV四轴穿越机的第一人称视角 日前在顿念茨克地区向俄军战车高速直冲 对俄军装甲车造成一定杀伤力 事实上FPV四轴穿越机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 操作比一般无人机更为灵活 乌军不仅将它用来直接投掷小型榴弹 更进一步改造成自杀式无人机 就连要价1亿台币的T90战车也难逃FPV四轴穿越机攻势 乌克兰无人机屡舰战功 根据佩德洛夫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 乌军无人机在上周就已经摧毁了189件俄军设备 其中包括37辆战车、44辆装甲车以及30个据点 乌克兰大力进行无人机改装 不仅陆续改装重型民用无人机 近期更尝试装上反战车地雷 锁定攻击俄军战车 画面中可以看到乌军特种作战部队示范 利用重型无人机投局 含有7.5公斤炸药量的TM62反战车地雷 佩德洛夫表示 乌克兰持续强化无人机设备 目前已经拍出1000架无人机 以及30个机器人系统 希望乌克兰无人机军团能持续发挥力量 打击俄军 记得张文珍整理报道